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举办一掌杯花艺竞赛 除了花莲在地会员有精彩的花艺创作 还特别邀请到全国其他县市的花艺协会一起来布展 配合花莲市客家文化会馆的氛围 把客家美食融入在花艺布置当中 相当美丽又可口 12号上午也颁奖表扬了花艺竞赛的优胜队伍 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获得议会的支持 举办111年度一掌杯花艺竞赛 除了有花莲在地会员的精彩作品 还广邀其他县市花艺协会共襄顺举 这次很感谢议长他提供我们经费 让我们办福克五村的花艺竞赛 那因为我们这次散烂的会场是在好客文化市集 所以我们也是针对这样子的主题 我们做了客家美食跟花艺的结合 那所以我们现场有六组 就是我们当地我们自己花莲协会的会员 然后组成的比赛 就是把客家美食跟我们的花财结合 而不是就是让我们的花艺可以很生活化 那其他还有另外五组是 因为我有邀请群省各协会的来宾 那给我们做示范观目吧 他们当地的特产跟他们的特色相结合 所以可能现场也会看到 高雄他们就带客家的直散美农直散 然后有家艺他们的特产 然后他们各地就会把他们各地的有特色的名产 然后大家会场跟大家分享 配合花莲市客家文化会馆的氛围 花艺老师们首次尝试把客家美食融入在花艺布置当中 每一件作品看起来既美丽又可口 县议员魏家宴也特别到场支持花艺大展活动 其实这边理事长有跟家宴这边说 是不是能争取 因为毕竟我们疫情慢慢降温了 然后是不是因为也太久没有办这样 这类型的活动 然后大家出来走一走 然后到户外办这个插花的这个活动 那其实也很希望说 大家都能够到现场 然后看一看 然后聊聊天 然后学习一下花艺这样 那在这边也会大力的支持 那在这边也跟他们有说过说 一定要请洗手戴口罩 然后我们尽量也避免到感染的风险这样 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的活动 都能顺利圆满 花莲市中华花艺协会 特别由理事长中新美颁发感谢状 给来自各县市的花艺协会代表 同时也由现议会的秘书长程德慧 颁奖表扬得奖的优胜队伍 接下来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还有花艺协会的年度大展 结合客家市集 欢迎大家周末假期 前往欣赏美丽好花 选购客家好食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